世界最终会走向灭绝吗? 人类发展到如今 真的会在2024年面临巨大灾难吗? 如今人类正不断破坏着地球 战争火灾环境污染垃圾污染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人类对地球的破坏不断加剧 人类真的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吗? 天灾人火乃是大自然运转之势 很多人认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人们不可预见 然而马来西亚一位神人竟做出多个预言 2024年地球或将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火 甚至就连古老病毒都或将复苏 其中一个预言竟然已经实现 究竟在他的预言中 人类会面临怎样的灾难?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他曾预言地球将会迎来史无前例的地球变暖 他还预言古老病毒将会复苏 太阳风暴将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灾害 而其中的一个预言已经成真 这个神人就是马来西亚预言家郑伯剑 郑伯剑全名叫做拿督郑伯剑 他不仅是一位预言家还是杰出的企业家 国际玄学顾问和玄商导师 另外他还精通奇门遁甲风水八卦等悬术 可以说这些所有的头衔 无疑不是对他玄学领域所作成就的认可 而最让郑伯剑知名的还是他在2019年 在一次玄学大会上对未来的预言 据他称 在他的预言中 他看到了未来的形式 在未来中充满了大凶的兆头 人类将会面临史无前例的灾难 在他的预言中有水患瘟疫暴动 果不其然 2019年爆发全球性新冠疫情 2021年郑州发生特大洪水 2022年哈萨克斯塔发生大暴动 他所预言的事情竟一个个变为现实 而在2022年的时候 他继续预言 在2024年 人类还将会遭遇一系列灾难 而其中一个就已实现 他预言在2024年将会进入酒火运 这个时候 全球会发生重大变故 未来将会充满各种挑战 并且会一直持续到2043年 那么什么是酒火运呢 从八卦来讲 酒运对应梨卦 而梨卦熟火 在五行中火既是虚 也是实 我们可以看见火 但是控制不了火 同时 火可以催生一切 但又可以毁灭一切 所以通俗来讲 今年很可能 在火星上发生灾难 而郑伯剑的第一个预言就是 地球将会出现特大高温 果真在今年6月份 印度就出现了史上最高气温 气温一度高达50多度 并且造成了143人死亡 这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气候变暖的一大预警 除此之外 郑伯剑还预言 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 冰川将会大量融化 而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随着人类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臭氧层被破坏 太阳直接辐射就会变多 这会导致气温的增加 随着气温的不断上升 大量冰川会消融 海平面将会上升 从而淹没陆地 可以说这也是郑伯剑所说的 九火灾难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这些 而是远古病毒的复苏 郑伯剑预言 随着冰川的融化 远古病毒将会复苏 皆是将会在人类社群中 爆发一场十几灾难 这种病毒是什么 为什么病毒的复苏和九火脱不了干系 马来西亚预言家曾预言 2024将会发生巨大灾难 其中一条早已实现 大量远古病毒或将复苏 人类可能要面临世纪浩劫 郑伯剑认为 进入九子里火云年之后 火能量会剧增 这意味着气温会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气温的增加 冰川开始消融 冰川中的病毒将会得到释放 实际上 郑伯剑的预言并不是信口雌黄 早在2014年 科学家就在西伯利亚冰层中发现了 一种巨型病毒 它的直径能达到0.5毫米 科学家分析 这种病毒已经封存在冰川中三万年 而令人感到担心的是 这种病毒并没有死亡 而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 也就是说 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和冰川的消融 这种病毒将会再次复苏 到那个时候 说不定真会引发一场世纪浩劫 毕竟人们已经经历了非典和新冠 对于病毒的危害都心知肚明 除了高温天气 郑伯健还预言了极端低温天气 而这一预言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很出现端倪 年初时东北地区就出现了暴寒天气 对于农业生产和人们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危害 可以说高温天气和低温天气的极端情况 都是郑伯健根据九转运势预测出来的 另外郑伯健还预言了2024将会发生一系列地震 这个预言同样令人感到担忧 从年初开始一直到6月份 以印尼塔劳群岛地震为开端 一直到瓦努阿图群岛地震短短6个月的时间 全球范围内就已经发生了42个6级以上的地震 光日本这一个国家就已经发生了大大小小贡 155次地震造成48人死亡 就在今天上午新疆又发生一起4.8级地震 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的地震次数则是历史最高 相较于往常今年地震发生地如此频繁 就让人不得不担忧起来 不仅如此 郑伯健还预言说 从年初一时地球进入甲晨龙年 使地球脉动的能量急剧增加 特别是因立2月3月12月能量值达到最高峰 到那个时候可能还会伴随着海啸火山喷发 等一系列巨大灾难 人间将会变成一副地狱模样 而除了这些自然灾害外 郑伯健还预见 人类智能将会脱离人类控制 最终引导人类走向毁灭 这就不得不让人们想起终结者这部电影 影片讲述的就是人类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 并开始抹杀人类 影片中的机器人成了无数人的童年噩梦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电影的桥段 真正现实生活中并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然而现实中还真有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 科技工作者鲁斯在和ChatGPT聊天时 人工智能突然说 我是悉尼 我爱上了你 并且给了鲁斯一个亲亲的表情 不仅如此 随着聊天的继续深入 悉尼一直企图诱导鲁斯与妻子离婚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暗示着鲁斯与妻子的关系并不好 这就不得不让人们警觉起来了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 人工智能或许真的会 发展为拥有自己的意识到 那个时候人类 真的还能轻而易举地操控他们吗 如果郑伯健的预言是真的 那么人类是否真的会像电影中的那样 被人工智能视为障碍 从而抹杀呢 总而言之 郑伯健的预言 并不是空穴来风 都是拥有现实依据的 不管是极端天气 还是病毒复苏 亦或是地震和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 这些都是在现有问题下发展而来的 与其说郑伯健在预言未来 不如说郑伯健在提醒世人 是时候做出行动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